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身後這一間 在南素里South Surrey這邊的獨藍屋 也是我們今天拍片的剛剛上半的listing 進去看之前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地形 其實我們屬於哪一個地區 South Surrey是屬於Rosemary Heights 而且還是比較西邊 有Rosemary Heights最西邊 大家看到我現在 其實這是一個好像Quartasek鎖匙圈的位置 其實已經是去到路的最入面 後面有些樹林包圍 這裡看下去其實是一個河谷 所以是最private的 進來這邊的車 都基本上是住在這幾間屋裡的人才會來到 好了 又說一下地形 還有大家都看到我身後的這一堆屋 他們的款式雖然間不同 都比較相近 他們這款Style是我們會叫做West Coast 或者是Modern 即現代的屋款 還有年份都是這兩年起好的 一個新開發的地形 它的地形方面是比較斜的 我這邊一直是上斜 這邊是向上 那邊是向下 我們稍後進去看列表 就是向下斜 跟這邊向上斜有什麼分別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些屋向上斜 大家會看到門口 driveway向上斜 然後由車庫和主桌之間有一層距離 所以你拍了一輛車之後 你可能要走樓梯才可以去到主桌 它就沒有床 變成在地形上斜 而且它們的升級 因為斜一點 會比我們高一點 所以它可能會看得再遠一點 但是它看下來 我們這些屋都不頑 所以我在想可能它們裡面 尤其是地形上或是主桌 都應該會比我們這一排的房子 擋了一點 好了 現在我來到升級比較低 斜下來的這一邊 這裡大家會很明顯看到 這邊的房子 大家好像看到 為何只有兩層 別人有三層 因為我們還有一層 其實是在下面的 待會大家進去看看 所以它可以做到 車庫這一層 跟主桌 就是廚房客廳 是同層 變成你進屋的時候 不用多走一層樓梯 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會擔心 那個 driveway向下斜 如果下雨 下雪溶雪的時候 會不會有問題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我們今天先說一些很技術的事情 我們通常一說起 這房子如果是向下斜 就會有入水的問題 以前舊屋很多時 就是一個車庫 一個去水洞 現在新屋都會關心到這個問題 大家會看到 這裡整條都是排水距離 加上圓形的位置 所以確保比較多的地方可以走水 還有大家如果看到 它其實去到排水渠的位置 又向上斜 所以入車庫的位置又高一點 所以除非你一直都不維護這房子 秋天 那些樹葉下了很多 塞滿了 你都不清理 幾年不管 否則通常都不會說 水都會湧進去 雖然有時候有大雨 但未去到像我們香港 龐河大雨那麼誇張 當然如果住得獨立屋的話 還有一些基本的維持 除了排水渠 上面的櫃也要清理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注意 我們現在不如看看屋的外部 色彩上都是幾種比較簡約 和酷酷的顏色 黑色配米白色 以及灰色的磚 這些是磚 這些全部都是Hardie Board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無論是小小格 一格格的還是打橫的 全部都是Hardie Board 屋頂就是Shenko's 然後這些屋鹽下面 裝了燈 以及那些一塊塊的板 其實就是金屬板 這間屋的周圍全部都有燈 如果大家很喜歡 外面屋外很光亮 或者經常有人惹惹 其實可以打開全屋的燈 就會很光亮 這邊就是入口 也有大的玻璃 我們又看看這間屋 一直向下方的景觀 好 剛才不是跟大家說 有三層 還有一層在哪裏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這邊就是屋 一直可以走下去 下面的一個側面 這個位置走高跟鞋很嚴重 我就想起這個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來到這邊 已經是這間屋的背景 大家會看到 多了一層就在這裡 那其實這個就是屬於一間屋的床 是一個walk-out basement 即是說誰住在下面 無論是親朋戚友 還是你出租 其實他不是那個 就是埋藏在地上的床 他也是地面 而他這邊 看出來也會有些觀光 那等一下 我們進入屋 去到那個位置再給大家看 這個也有一點斜坡 而且我們這間房子 因為大家看到地形是山的最尾這邊 基本上沒有遮擋 我們看到前面是一些植物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房子是一個很大的農地 再加上一個河谷 它有一條河 一直向東西流向 所以這間房子看出去就會有景觀 而且比較私隱 這個河谷下面鋪了石屎地 上面有兩層露台 這是主人房的露台 上面是主人房的露台 欄杆是做了玻璃 即是現代的 再加上金屬的扶手 我們現在不如進屋看看 這間屋是有冷氣的 所以大家會看到主機放在外面 一旁都安裝了中心燈 然後全屋都有燃燃 還有安全系統 屋主 其實我現在在這裡走來走去 我知道電腦的電話可以查到 我看到我在做什麼 還有會有燃燃 告訴他有人在附近走動 我們現在看完外面 就進屋看看 屋門前面有一個遮掩 如果有事想脫鞋 可以放椅子 大家可以進來看看 進來這裡 首先是一個圓關位 大家可以看到樓底是比較高的 最矮的地方都十尺 一路上到去差不多十三尺 十四尺 面對屋前面的幾個大窗 這邊向藍的 所以陽光也很足 現在大家都看到我曬著陽光 門口這邊有一個closet 做好攝影師 可以放鞋子 還有帶褲 這裡屋主也放了一個梳化 走到這邊 左邊就是樓梯位和車庫位 這個門 出去其實就是家庭 就是雙車庫 我們今天就不進去拍攝了 因為屋主也放了一些私人物品 樓梯上去就是四間房 三個洗手間 其中兩個是兔子 正如我剛才在外面說過 因為我們是向下斜的 車庫旁邊已經是廚房、廳 這裡有一個powder room 有窗 有儲物空間 這裡是面盤 大家看到有燈之外 鏡後面還有一層LED燈 我們進來這邊 其實已經有廚房位了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首先這邊的廚房 就是L-shape 再加一個大的island 裡面還有中廚 我們從這邊開始看看 雪櫃的牌子是Fisher & Pico 這塊是出水位 可以按下去就有水 上面是儲物空間 然後這一組櫃 陷入式做了上面是微波爐 下面這個是焗爐 牌子也是Fisher & Pico 這裡有一個轉彎位 剛好可以放一些小的電器 小焗爐、電飯鍋、煲水 然後這邊一直到頂 都是一些儲物空間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是其中一個煮食爐頭 外面也是用了油爐 抽油煙機就是這裡 我們可以看看風管位 這個風管位 後面是加粗的 所以抽力都可以 櫃底全部都有燈 然後這邊有櫃桶和儲物空間 這裡就是小碗碟機 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是兩個櫃桶分大小的 然後Sink就是兩個星盤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白色 這層櫃底是Waterfall 兩邊的Waterfall 材料是Quartz 包括我們剛才看的 櫃底和Back Splash 都是一樣的 然後我身後這一幅是Pantry Wall 一直延伸到露台旁邊 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到頂的櫃 大家可以看到 單房梯才能上去 這裡就是一些櫃桶 然後隔了一個餐廳位 我最喜歡這個位 它就用來放一些喇叭 紙巾和物品 這邊都有櫃 中廚就在這裡 中廚是可以關門的 它就用了玻璃門 所以我其實挺喜歡這個設計 變成你在裡面關門 煮東西都可以看到外面 外面又看到你 不會感覺好像自閉房 然後它的中廚就齊了 沒有洗碗碟機而已 有一個大的Sink 外面是Double Sink 這邊可以洗一些大一點的 鍋鍋鍋鍋鍋 或者很多東西浸著 這裡就有窗可以開 看出去其實也很舒服 這裡就是GAS爐頭 加上一塊鐵板 抽油演機比較厲害 這裡還有一個雪櫃 和冰櫃 然後後面這裡還有一個Pantry 再可以放一些不同的食材 我們回到這個Sink 剛才說漏了 我也有觀察過這間屋 如果廚房設定在這裡 就變成你在洗菜的時候 基本上就能看到整間屋 以及可以看到那邊的幾個大窗 以及外面的很開放的景色 我們現在過去近一點 看得清楚一點 去飯廳位 飯廳設定在這裡 其實上面應該還可以再安裝吊燈 現在屋住就沒有安裝 這邊就是露台 我們不如去露台看看 露台是長條形的 從這邊可以到那裡 大家會看到一邊看出去 剛剛我們在外面也有說 有條河在外面 以及整個河谷位 然後我們進來看看 住宅房 這邊的住宅很方正 有幾個大窗 其實這裡所有大窗 唯一可以開的就是這個 這個可以開的 其他都是大玻璃 就是看景觀的 最近的房子其實在下面 我想它看上來也看不到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就很private 你做什麼都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電視背板牆 它已經做了一些大的層板 可以放一些顯示器 大家可以再加東西 還有電掣 然後下面這一塊 大家可以看到是石英里的座椅 這個火箱就是燈 開啟它就是那邊有一個按鈕 按一下就開一下就關 然後這裡就是沙發位 大家應該看到我感覺走來走去都很凶狂 暖氣的話 這間屋是用Forsair的系統 就是這些位置 你就會看到全屋都會看到這些 我們可以順便看看地板 其實它是工廠的座椅 大家可以看到面層和中間有一格格的 我們現在看完這一層之後 我們可以上去看看樓上的四間房 樓梯都做了玻璃 感覺沒有那麼多牆壁 家裡比較通透 扶手就是木的 首先這間房 不是四平白整的房子 它是跟屋的結構做形狀的設計 這邊有一個大玻璃窗 這邊也有一個 不同方向取光 這邊多向西 這邊多向北 所以這間房下午會比較暖 它是跟一個洗手間 但這個洗手間不是它獨有的套廁 還有一扇門都可以通出去 可以給另一間房子用 這個是全浴缸 有窗 可以開的 然後有浴缸 然後一個Sink 剛才說通往另一邊 就關上一扇門 到這裡出來了 這個是主人房 主人房很長 大家可以看到床 其實床在這邊 這裏還有一個床的空間 然後有露台 這裏有四五個大窗 可以開的就是這個窗 看的景色會跟剛才樓下 客廳的看出去一樣 而且會再開開 一路由西邊去到北邊 還有外面有條條路 有些人在走 我們去露台看看 主人房的露台 看出來 那裏其實就是Highway 99 然後這裏一路有些樹林 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床 後面還有一塊床板 在這裡 後面也有燈 可以開關的 後面的LED 這裏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色調也是很淺 白色為主的 五層 雙星盤 雙面盤 雙面盤 下面這些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這就是純粹一塊鏡 鏡後面也有LED燈 然後座廁在這裡 有兩個窗 兩個窗都可以開 一邊窗 一邊的洗手間 有浴缸 這裡是按摩浴池 大家看到這些洞 是可以噴水出來 另外有一個浴缸 它亦可以用水泡 有一個按鈕 這邊還有一個可以坐的位置 是座廁 大家可能細心留意到 為什麼這些磚還沒鋪好 其實是故意的 因為這個按摩浴池裡 有泵 才可以泵水 吹泡泡 萬一泵有什麼問題 或者定期做維護 其實這些磚可以揭起去修理 或者去維護 好 這間主人房的walk-in closet 就在這邊 可以整個走進來 後面還有空間 所以這裡其實有需要 還可以做架 或者可以貼塊大鏡 好 然後看了兩間房 之後我們看這間 這間是現在的居家 用來做書房 其實是陽光房 因為這邊向藍 大家記得 屋的前面是特別樓底高 有一個造型 所以這邊的樓底 由十尺一到十四尺 剛剛好這間窗 設置了書桌 後面也有衣櫃 還有這間屋的所有房間 大家有留意 房間也有鋪到地毯 但外面走廊位 下面就是木板 這邊就是laundry laundry laundry是併排 然後上面有一個court的桌面 這裡還有一個洗手盆 上面也有窗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窗太小 想要大一點 洗多一點東西 它也有一個高度 可以再換大一點的洗衣機 和乾衣機 剛才的房間 因為向北邊看見 沒有那麼大陽光 這邊向南 就厲害很多 陽光馬上射進來 然後這間套房 衣櫃就在我這裡 這個洗手間是套廁 屬於自己的 是第二位 第二位 有洗手間 然後也有雙手盆 這邊是一個比較大的 長一點的court space 你可以進來看看 它很深 它不只是一格 它放了一個洗手盆之外 兩邊還可以放很多東西 也有儲物空間 後面也有窗 可以開放那些 以及可以掛毛巾 好 我們上面的四間房 我們就去basement看看 這是basement的樓梯 所以這些牆壁都做了一些設計 不是只有一幅牆 樓梯位下來 轉左 首先是一個家庭影院 大家可以來看看 這個medium room 整個medium room 是沒有窗的 所以如果什麼都不開 是會黑曬 很適合看電影的感覺 大家看到牆壁上 都安裝了這些 設計的燈光和效果 現在主要是靠 後面是monitor 這個是螢幕 去播放東西 所有器材都可以藏在櫃裡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counter space 應該是一個web bar 因為那邊有sink 上面這些可以放東西 這裡可以安裝類似酒櫃的東西 調校溫度 現在沒有安裝 下面有lighting 我們參觀完medium room 我們去旁邊看看 除了這個medium room之外 這邊是一個full bath 就是shower stove 小一點 但也可以去洗手間 還有面盤 為什麼會有shower stove 因為樓下還有兩間房 雖然不是很大 但如果有朋友客人來 都可以暫住一下 不過現在可能放了一些東西 其中一間有窗 沒有衣櫃 這間比較大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窗比較小 這邊還有一個房間 可以放衣櫃 可以放衣櫃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這個 這個有鎖 為什麼呢 鎖 鎖了 這裡的房間 其實通過旁邊 就是出租單位 basement suite 但它不是basement 它是ground level 一樣 我們這裡看出去 都是有view的 不過可能春天多些樹 就會遮蓋多些 但就更多 green space 這樣 這個是一個兩房 可以合法出租的單元 當時畫跡的時候 已經畫在裡面 他們屋主從來沒有出租過 它因為是出租單元 符合政府規例 它有一個額外的供暖系統 它就不再用furnace 是用baseboard 大家會看到 另外這裡是廚房位 所有電器都齊 但是我留意到 沒有小碗碟機 然後sync也是雙星盤 然後也是看有景觀的一面 有窗可以開到的 然後我剛才走過的 就是living dining space 其中一間房 就是這裡走進來 大家可以過來看看 先看看房間 這是其中一間房 窗可以開的 上下 也有衣櫃 然後它的洗手間就是這邊 首先這邊有個面盤 然後這裡有洗手間 還有有浴缸 兩間房間是分開的 這邊就是另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的景觀會好些 感覺會大些 可以看外面的樹 衣櫃就在這裡 然後laundry配在這裡 遠離了兩間房間 租鞋也有自己一套洗衣乾衣的設定 好 這一個就是那個機房 首先這個是積熱式的熱水 我們經常看到熱的水缸 另外這部就是furnace 還有它是有先風管的 大家看到這個石紙包著的 那個位其實就是外面的凍風 它為什麼要包得這麼粗 其實裡面有些保溫 在這裡 讓凍風不要滲出來 導致這個位置特別冷 那些鮮風就送進去炎燒 這個暖風系統用的 是carrier 也是比較大的牌子 其實是冷暖氣 冷氣就在上面 暖氣就在下面 還有冷氣的主機 在外面的主機 在外面的 好 我們家屋就分享到這裡 現在我們出去看看 周邊附近的環境 還有什麼配套 做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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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8呎 坐北向南 2019年起好 去年地税6446元 總共有六座睡房 前面的兩個家庭 跟外面的通道更多2部 總共3層加上4122呎 還有400呎的車庫 我們可以看一看 我們在這個區域 到最尾 這一邊 我們就是這個鎖 然後因為新屋 其實我們的Drawings都齊 主桌 進去車庫 剛才我們看過的廚房下廳位 然後這個是樓上的四間房 三個洗手間 然後就是下面Basement Media Room Legal Suite 還有另外兩個房間 再說一說校網 中學的校網就是Earle Mary 這間學校 小學的話就是Rosemary Heights 我們待會在地圖上 也會看看他們的地位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就是 這個位置 這條就是99 Highway 我再縮小地圖 給大家看看我們在哪裡 很多人聽到Surri 就不太知道Surri是很大的 尤其是香港的朋友 其實這裏上面就是North Surry 然後我們下面這裏就是South Surry 南北 Surry之間 有一個部分 就是中間有這個農田 以及有這個River 隔著的 我們剛剛好 其實就坐落在這個Sloop上 所以我們這間房子的elevation 向下網 就會看到這個河谷位置 以及遠方的一些農田 隔離Highway 99 所以我們其實回家 會是挺方便的 這裏一下來就會進來 也是最安靜的 因為是去到這幾間住進來 才會在這裏 我們其實開車六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街口這個Mall 然後再遠一點 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下面 再大一點Morgan Crossing 那個Mall 就是這個地圖 這裏 這裏就是上次 如果大家記得 我和大家拍片分享過 那個獨立屋的屋苑 Foxwich 其實就是Granville Heights 這個地圖 這裏充滿了很多不同的 城市 房子 另一個很大的社區 我們這邊 相對來說 比較安靜 還有Sulfsberry出名 可能大家聽過就是White Rock 下面就是Beach 其實就是這個地圖 如果你們想看得再仔細一點 如果我剛才的影片走得太快 或者是一些位置你沒有看到 網上也有一個連結 叫做Metaport 如果看開樓的朋友 可能都已經注意到這個Virtual Tour 它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是上下左右 自己根據你想要的喜好移動 我們還可以在裡面走 比如說我想去門口看看 或者甚至我想去樓上 可以上去看到 一路看到主人房 這個技術也挺好用的 有朋友需要的話 可以問我拿到連結 住在這裏 因為其實很親近大自然 下面已經是河谷 以及已經是有些 green space可以看 所以其實這裏也是一條小路 是trail來的 是可以直接走下去的 所以如果大家 喜歡帶小朋友散步 或者是想放狗 其實可以在這裏就下去了 不如下去看看好不好 難得來到這裏 好 也挺斜的 待會再走上去 我應該會很累 我們現在離開房子 走了差不多五分鐘 也不可能三四分鐘 一路向下 即是山坡下 走一條trail 其實來到下面 我們剛才看下來的river 那個位置 這個就是那條河流 我們對面也有些地可以走 而且很遠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North Shore 那邊的雪山 這裡有很多心心 很軟石 在這裡拍拖 對 很舒服 如果這裏夏天 等樹山 把東西出來 開花 感覺都挺漂亮 對不對 尤其這邊 現在春天有多雲 春天的雲一塊塊 很立體 真的很漂亮 而且這條行山徑 我的感覺上 它不會太流行 因為剛才大家看到 其實我們已經去到 一條路 差不多是最後的 一半 也沒有一些公共的 空間 所以我想這一段的行山徑 最大可能 都會是 可能是住在 這堆 walking distance 五分鐘 十分鐘內的人去走 不會太多行 等星期六日 就泊滿了車 來到這邊 走山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去Banf和Jasper 都在這些中間拍結婚照 其實很有感覺 在木頭中間 有一個鏡頭過去 那時候我們自己 開車去Banf和Jasper 我公公自己動機 我們就在這些 如此原始的環境 我還在一件婚紗 一件羽絨在拍照 OK 好 我們走走這個Morgan 不 這個是Granville Corners 這邊 我感覺這裡的商店比較深 整個Mall都很漂亮 我們不如走到對面 我們一路向前看看有什麼 現在太陽也挺厲害的 現在開始 終於遠離了冬天 來到Spring Time 多了太陽 多了雲 氣溫也好很多 我們看看前面這間 什麼 好像這間 其實Indigo是賣書的 我們香港通常在三聯 大眾那些去買書 如果來到這邊的話 其實比較大的書局 就會是這個 然後我還剛剛開車過來 留意到 這裡簡直是一個很大的Kids 的Banner Self Sury的話 我作為一個新移民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說住了很多年 我也是1617年的時候 跟我老公移民過來 之前都沒有在Vancouver 讀書 沒有在加拿大生活過 我對Self Sury的印象 就會覺得這裡是一個 比較新的社會 很多看到 剛才我們一邊開車過來 包括我們今天的Listing範圍 都是一些比較新 比較modern的屋 包括一些Mall 現在這個area 大家看到這麼多Kids 其實都很明顯可以 可以體現到Self Sury 這邊都是多young family 比較多小朋友聚集 這幾間學校 包括我們今天提過的 Earbury area也好 另外有一間私校 叫Self Ridge 還有在Samiyahu 另一個area 近一點的White Rock 那邊 都是一些比較好的校望 整個社群都很新正 比較有規劃 這就是我對Self Sury的感覺 好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 Bye Bye 門口位進來這裡 就有一個好像是 這叫什麼位 廣東話叫什麼 原關位 原關位 原關位挺好 香港人說原關的 OK 原關位 難道原關是關閉的嗎 哪有原關是關閉的 哪有原關是關閉的 原關是關閉的 原關是關閉的 好 好了 進來這裡 電器就是Fisher & Peiko 我也在想你出水 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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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繞一繞 我知道 但是你試之前 你可以繞一繞 好喝嗎 其實 裡面就是肚子 噢 夾春酒紙 好痛 不要擺作花水 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大家記不記得這個project 是Queensboro 就是DOS那裡的一個townhouse project 它叫做Portside 發設商是Anthome 它其實是建立一個很大型的townhouse項目 之前已經拍YouTube片跟大家分享過 第一期第二期都賣光了 現在它準備開第三期的Preview和開賣 所以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是整個Style Plan 都還未完 後面可能還有 其實之前第一期第二期 大家可以考慮它買光了 現在其實就是這裡第三期開賣 其實Unit數目不是很多 這裡10個 這裡6個6個 20多個Unit 然後主要它的Floor Plan分佈 上面這一集都會是大的四房 然後下面這些都會是兩房 有Connor的一些大兩房 然後中間就是一些三房Unit 所以有興趣要Preview的朋友 4月3日就可以開始了 請大家準備聯絡我了 多謝拜拜